王神父晚安 各位兄弟姐妹晚安 欢迎各位参加《董事高圣经中心》平台举办的 2024年四旬期讲座 今晚已经到了最后一节的课堂 今晚的主题是《復活与生命》 我们非常感谢王君佑神父为我们主讲 实在是很感谢王神父在很繁忙的日程之中 都抽时间为我们做最后一次的讲座 非常感谢王神父 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王神父 帮我们做一个开始祈祷好吗? 好啊 好啊 兄弟姐妹 因为开始的时候 想邀请大家一起去参与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读就会很吵架 我想请五位 那我一会儿的powerpoint 就着句经文就按出来 大家轮着去 那五位轮着带我们一起去祈祷 好啊 那我们安静一会儿 我们一起同心呼求尚主神圣的名字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 我们一起站好 可以开始 尽恨而遵行尚主法律的 像这样的人才算是真人福的 愿我们行尚主法律的 愿我们行尽堅定 愿遵守你的章情 我若重视你的每条价律 我就绝对不会蒙羞受欲 我一学习你正义的伴词 就以自成的心灵重借你 我要遵守你的规矩 不要将我完全唏嘘 我要密想你的法度 也要尋思你的道路 我以你的章情作喜宽 我永斑望却你的诚意 请只给我你若法的路径 请只给我你若法的路径 我要尋思你的奇妙工程 求你不要使我走错误的道路 求你因此我尝遵守你的法度 我选定了真理的途径 我只自服从你的御灵 求你教训我遵守你的法律 我要以整个心灵持守不渝 我要传说你的规矩 我要传说你的规律 在列王前也不畏惧 在我的憂苦中 这是我的安慰 因为你的圣言刺激了我生气 骄傲人虽加给我极度的侮辱 但我却没有偏离过你的法律 愿无端难为我的骄傲人蒙羞 但是我要默想尋思你的法律 我行了正义及合法的事情 别把我的骄傲 与压迫我的坏人 求你保证你仆人的安全 不要让骄傲人将我磨难 求你保证你仆人显示你的刺眼 同时也求你保证我教导你的规范 我的眼对滴滴下流有如溪水 因为贪汪全不遵守你的法规 愿我的相信 勇逸赞美的歌曲 因为你给我教授了你的法律 愿我的舌头 歌蕴你的奉灵 因你的一切戒命 尽属公正 我将迷路的亡羊 请尋回你的福人 因为我总没有忘记你的任何戒命 好 我们先停一停 就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留意一下刚才无论是参与 读这一首的姓荣 又或者是聆听的过程里面 我们听到这位姓荣的诗人 不断地强调着上主的法律 这一刻为你上主的法律是什么呢 你记起的是他哪一条的戒命 上主的法律 他的规界 为我是得到自由 还是令我不能够向前行的 你看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些说话 无论是赞美他的 赞美他的法律的完善 以说感到困惑的 上主的规界 令我感到不自由的 就把这一份的发现告诉主 慈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晚兄弟姊妹有机会聚集在一起 一起去学习 互相去交流 互相分享 你就求你派显你的圣神去光照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晚上 能够彼此的认识之余 更加重要是认识你 认识你为我们准备一切 愿光榮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否义仿 起初如何 今日 dies日夜夜得到 互相面 好啊? 及子及聖臣之名者 好 麻煩各位兄弟姐妹 剛才幫忙讀 剛才在介紹裡面 和在祈禱裡面都講了 其實這篇是來自《聖詠》119篇 大家剛才讀的過程裡面 或者聽過過程裡面 你會留意到其實這位詩人 他不斷地強調 不斷地重重複複去講 你可以說是 就是在講上主的法律 現在《聖經學者》去形容這篇的詩篇 這篇的聖詠 是一篇智慧的詩篇 贊重上主的智慧 是在整個聖詠集裡面最長一首的詩歌 如果大家真的鼓勵你們有興趣 可以再拿來祈禱 如果你看《原文》的時候 就會發現分為了22個部分 當然了 你拿來祈禱的時候 你懂得《原文》的 你看《原文》 你看《英文》的或者《中文》的 它未必很清楚跟你介分 其實就是用了《希伯來文》裡面的22個字母 就是來作為一個分野 每八節就作為一個段落 我鼓勵大家 你不妨可以拿來祈禱 就是你敗慶旗也好 或者在什麼時候 你覺得我就想拿來祈禱 去再重溫 當我們重溫上主的法律 你有什麼發現呢? 私人就去讚美上主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看得到剛才讀的內容 剛才我沒有選擇了所有的這麼多節出來 但是可能大家都發現了一種的面貌 就是各種的情況都盡量包在我裡面 不論是順境是好 逆境是時候也好 這位私人都讚美了 上主的法律就是這麼好 上主的法律是為了我生命裡面是多麼重要 特別強調到在苦難當中 當在苦難裡面的時候 人都繼續去開口讚美上主 我想為我們每一個人 人性的軟弱 在困難當中仍然去讚美上主是不容易的事 但是希望今天我們透過這一次的聚會 再加上自己在接下來的時間去默想 我今天有沒有新的發現就是說 在困難當中 其實我都仍然相信主在這裡 我信不信這個困難 天主要我面對的時候 它就和我一起 也有意義在當中 值得大家今天在參與這個聚會 完了之後 繼續去反省一下 我們看得到就是特別最後一項 特別最後一句 其實這首詩歌可以說是一個生活的指南 讓我們在不同的光景之下 我們如何去經驗上主那份的慈愛 小小的背景之下 先介紹一下 題目就叫復活與生活 如剛才所說 我們如果在座兄弟姊妹 之前有參與幾次的聚會 今天最後一次的時候 我們真的邁向 就說我們去慶祝主的死而復活 當大家去準備好 相信準備好心神 究竟現在這一刻內在的動力是怎樣的呢 一如可能以往 總之每天都有參與彌撒 或者自己有讀經 祈禱的時間 是不是和以往 在這個四旬二以外 上年期也好 或者之前的日子也好 一樣是這樣說的 或者是說有一點不同 因為肯經歷過這個四旬二期 真的藉著去祈禱 又或者去守齋 行愛德 特別在今年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一份新的發言呢 這些發言怎樣成為了我接下來的生活的一個方向呢 我想這個題目 我一定沒有特別去談的 我收到這個題目 然後開始自己做一些反省的功夫 但是一定有一點意義的 是臨到最後一次的聚會裡面 先講復活與生活 我想我們的信仰不是停留在 只是浮在半空裡面 去... 就是落不到地的所謂的 我們經歷過這個四旬二期 有沒有這些所謂的新的發言呢 這些新的發言怎樣讓我帶進去 接下來的生活當中 我繼續好好地 真去跟隨主呢 這樣說 什麼時候最刻意你的生活面貌是怎樣的 剛才邀請大家去靜一靜的時候去留意一下 我們不斷地去贊重上主的法律是怎樣的好 剛才邀請大家去記一記 或者你留意一下 上主的法律為你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讓你感到很困惑的 每次去默想 天主十誡也好 也好 耶穌的教導也好 就令到自己又不知怎麽算了 好像又做得不好的 還是不是啊 這些生活的一些方向 一些指示可以說 為我就是怎樣的 安穩的呢 大家看一看這張圖片 可能認識 可以一點點分享 就是兄弟姐妹可以在這裡 你看到些什麽呢 有興趣分享 你看到些什麽呢 我看到耶穌基督牽著兩個人 在床上來 牽著兩個人 耶穌基督就在中間 穿白衣服 捆了金色的 捆了兩個人 捆了兩個人 捆了兩個人上來 知不知道那兩個人是哪兩個呢 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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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有姊妹說了 就是元祖父母 耶穌被釘死之後 他進入了陰府 我們相信 那他就去拯救那些 在他之前的人 包括就是元祖父母 因為元祖父母犯罪 為整個人類帶來了 就是這個原罪 旁邊有些人在這裡 圖的右邊 我們首先看左邊 有幾個有光環的 帶了一個官 相信他都是軍王 歷代的軍王 或者是先知 右邊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那些是什麽 看不看得到 有一個拿著一些 類似棍像那樣 牧羊人 那個不是牧羊人 這個想大家認識一下 知道誰嗎? 其實拿著類似棍像 洗者約翰 洗者約翰 這個洗者約翰 就是很多時候你看那些 就是欣賞一張icon 做墨相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人 拿著這支有勾的棍像 其實他就是洗者約翰 另外旁邊的就是 可能都是估計了 包括那些先知 耶穌親自來到陰府裏面 去拯救那些在他之前 沒聽過他教導的人 耶穌也去救他們 中間那個類似 那顆好像杏仁那個 其實這個表達的就是 一個時間一個永恆的空間 或者其實有另一個解釋 就是叫曼陀羅 其實那裡代表一個生命 耶穌就是 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生命 祂為我們帶來希望的 祂會在這個時間空間裏面 祂就是這樣穿梭 在這個空間裏面 去拯救所有的人 為什麼特別去選擇這一張icon 給大家去看呢? 其實想在今天去講到 復活和我們的生活和生命的時候 我們一起去聽一首歌 就和這個圖像 這張icon有關 Blessed are you O Lord Teach me your statutes The choir of the saints has found the fountain of life and the door of paradise May I also find the way through repentance I am the sheep that was lost Call me up to you O Savior and save me Blessed are you O Lord Teach me your statutes You who did fashion me of old out of nothingness And with your image divine did honor me But because of transgressions of your commandments Did return me again to the earth from whence I was taken Lead me back to be refashioned into that ancient beauty of your likeness Blessed are you O Lord Teach me your statutes I am the image of your unutterable glory Though I bear the scars of my stumblings Have compassion upon me The work of your hands O sovereign Lord And cleanse me through your loving kindness And the homeland of my heart's desire bestow on me By making me a citizen of paradise Blessed are you O Lord Teach me your statutes Give rest O God To the souls of your servants And appoint for them a place in paradise Where the choirs of the saints O Lord And the just will shine forth like stars To your servants that are sleeping now Give rest overlooking all their offenses Glory to the Father and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Spirit The triune radiance of the one Godhead With reverent songs acclaiming Let us cry holy are you O eternal Father And Son also eternal And Spirit divine Shine with your light on us Who in faith adore you And from the eternal fire rescue us Now and ever and unto ages of ages Amen Hail O gracious lady Who in the flesh bears God for salvation of all And through whom the human race has found salvation Through you may we find paradise Theotokos our lady pure and blessed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glory to you our God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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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Alleluia, glory to you our God Alleluia, Alleluia, Alleluia Glory to you our God Glory to you our God Alleluia, Alleluia Villia,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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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講的就是死亡 死亡為了很多人 我們首先不明白 二來就是一講到死亡的時候真的有恐懼 尤其是沒有信仰的人更加 但是作為我們基督徒 我們怎麼理解我們死亡呢? 我們真的相信我們肉身死亡之後 我們會有永恆的生命 你有興趣的話你回到YouTube找到這首歌嗎? 我可以做一做默想 其實成首詩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 就是說死亡 就是這樣 回顧一生的時候 至於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不妥善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渴求尚主你就來救援我呢? 特別幾句 中英文版本 嘗試給大家一個中文版本 他說主有萬有的天主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他說終生徒聚在一起 找到了生命的傳源和生命之門 願我都能夠找到悔過的道路 我是那個迷失的羊 就求主 我們呼求你 請呼喚我 到你那裡 並拯救我 這首詩歌 從重複都是在說第一句 從一句就是 主啊 你是萬有的主 就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正如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念那首的聖榮 就是在說上主法律的完善 上主法律是我們的生命方向 指引我們怎麼走 我們的人生路 找到主的時候 留意一下 特別說不定 眾聖徒一起 找到生命的傳源 我們不是孤獨那個人 我怎麼理解我和整個團體 聖徒的團體一起去尋找主呢 一個人去找 固然我們有自己過人的時刻 我們自己去祈禱 我們去備證 我們自己一個人的 和主去相遇 但是又有另一個幅度 就是我們整個信徒團體一起 一起去尋找主 那種因為一起 讓我們沒有這麼恐懼 因為人一起去互相的支援 我們一起去分享 分享的是什麼呢 一會再講到 分享可以是開心的東西 開心的東西 比如大家一起吃飯聚會的時候 這些分享快樂的時候 固然我們願意 但是當一起面對著困難 痛苦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找到主呢 當我面對困難 然後我發現有兄弟子會和我一起去受苦 都是 那會不會讓我有份安慰 有份安穩在那裡呢 終生圖一體 搞到生命的傳源 和生命的門 基督信仰裡面帶給我們的生命 是一個怎樣的方向 此時此刻 尤其是這段日子 我們各人都有自己本身要面對的事 又或者外在環境裡面有很多東西在挑戰 衝擊我們 那在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處境 或者是 我找不找到我的生命方向 當大家看一下這些 這些展示出來的圖片 都是近日的一些報道 一些可能我們說它認識 知道大概是誰 特別好像選了很多 都可以看到好像有個主題一樣 都是和死亡有關 特別就是人選擇了離開這個世界 有年輕的 很年輕的人 正在讀書 有些中年的人士 年紀大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自己的人 有些很殘忍 和自己的自親一起 就是它了斷生命 當我作為基督徒 我看到這個報道的時候 我即時的反應是什麼? 可能我說我已經看到麻木了 因為太多了 感到窄息了 我不想再去看 但是這些東西又繼續這樣衝擊著我們 固然我們不希望再有些事情會發生的 但是這些事情就這樣不斷 這些不幸就這樣不斷衝擊我 我自己怎麼去回應? 不要說我去向人介紹我們的信仰師 我怎麼去理解上主 為什麼這些事情發生? 我自己若果都未能夠安穩 去看這些報道 或者去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看著這些事情的時候 人家走來問你 你在信什麼? 你的信仰不是美善的嗎? 天主不是好 為什麼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我怎麼去回應呢?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些報道 通常媒體報道 一定是加這些大堆的東西 一些資訊 可以打這些熱線 昨天也有幫助 不如不妨問問 是不是真的有用? 姑爺一定有意義在這裏 起碼是明愛向情熱線 我們教會的東西 覺得是一定是 有它存在意義 起碼有些人去聽聽我們說 我們陪伴這些受苦 尤其是心靈受苦的兄弟姊妹 說他有一些用處 不過是否能夠解決問題呢? 我作為基督徒 我信不信我在這些事情上面 若果我真的遇到一個這樣 情緒有困擾的兄弟姊妹 我怎麼去跟他一起生活呢? 回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怎麼去理解生命 我怎麼去理解信仰呢? 我找不找到方向 再問得深一點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基督信仰的內涵是什麼? 想和大家今晚去圍繞著 去反省 復活和生命 或者復活和生活 就用教宗這個通語 叫做在希望中得救 就是抽取裡面的內容 和大家一起去反省 我先講一點背景 為什麼會選這個通語呢? 首先就是本獨十六世 是我很敬重的一個教宗 他是一個神樂家 他寫了很多的交道 各類型的 固然有一些是不容易看的 但是這個呢 相對我覺得 我不是全看了 我不是全看了教宗的文件 但是這個相對就覺得都很好啊 就是能夠感動自己 是 樣子有些是反省 一個突出的人 另一個原因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在準備 這次跟大家分享這個講座的時候 原本其實我有另一個方向的 已經做了差不多一半了 但是有一天早上就吃早餐了 可能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就不提宿任何堂區了 我在教區中心那裡 正在上班 自己其實都要慢慢去消化 都讓自己去學習 去重新一種新的模式的生活 過程是否容易呢? 就不容易的 都有沒有情緒 有的 有沒有發脾氣的時候 是有的 關上房門自己在那裡 自己都要慢慢去消化去處理 有個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我們在神父飯廳吃早餐 吃午飯的時候 早餐的時候 通常都見過幾位神父 讓大家坐在一台 那早上就 我準備吃早餐的時候 一位神父進來了 不說哪位了 他說 喂 你今天有沒有慶祝聖人的紀念 我說 慶什麼慶? 心裡面就說 心裡面慶就有 火滾就有 那我說 這個慶日不是必定慶的 是紀念日來的 自由紀念而已 那我說 神父就說 我就有慶了 我知道 我說你因為去團體那裡 和修女一起開尼撒 那你去為他們慶祝他們的聖人 那當然好 我自己那個星期 我看著牆 自己在開尼撒 開尼撒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教友 你自己念了這些經文 完了這件事 當是完了這件事這樣 或者我平日就算我自己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那段時間因為疫情 那我自己去獻尼撒的時候 都真的用一個小時 讀經 慢慢做反省 慢慢念好那些經文 那就是 做這個過程裡面 但是始終就覺得 以往因為疫情 就說 迫於無奈而已 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要自己一個人開尼撒 我始終覺得就 有些不是這麼開心了 那麼就 在談這個話題的時候 另一位神父就說 嘿 他說 你慶祝這個聖人 一會兒就介紹到 他說呢 教宗這本通語裡面 就在說他 他說 哇 突然就提醒一下 是的 我都曾經看過這篇的通語 但是又沒有什麼特別到留意 那一刻 其實有一點就好像水過鴨背那樣 看了就算了 但是記起來 是的 這篇通語裡面 介紹了一個聖人 一會兒會和大家 都去講他的生平 讓自己呢 那一刻真的有一份渴望 我想我再去看 再去看這個通語 這個我相信 都是一個好的材料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所以之前的準備 全部都剷走了 變成了由頭再弄一次 就弄了以下這些部分出來 就和大家一起希望 一起一點點反省 這個通語其實是2018年 就教宗發表 有一個副題就是 《論基督徒的望德》 基督徒呢 我們的信用裡面說 就是信望愛三德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就說 我們基督徒有信丹 對天主有信三言 我們有愛丹 因為我們在生活上 怎麼將我們天主的愛 去流露出來 我們多一點講信德 講愛德 會不會就是說 對於講到望德呢 會不會忽略了一點點呢 固然我們如果說 去講教理的時候 信望愛三德 應該是並行的 就是你沒有一份的信德 你很難去展示你有望德 或者你流露一份愛德 你有愛德的時候 你怎麼將我們那份信 展示出來呢 藉著我們愛德行動 怎麼將我們所信的展示出來 我們怎麼真的有這份盼望 來實踐這個愛德呢 這個今天不是跟大家做這些教理講授 但是特別邀請大家就是 我們藉著教宗這個通語 在生活裡面 這份通語是2018年寫的 此時此地 這一刻 今天我再重溫這個通語 我為什麼真的懷著一份盼望去生活呢 盼望為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有什麼重要呢 好嗎 那我們一起繼續 那教宗呢 鼓勵我們 整個通語裡面呢 你可以說的主線就是 在我們展示呢 怎麼透過祈禱呢 行動呢 甚至在苦難當中去成長 怎麼學習 懷著望得去生活呢 這個是教宗寫這個通語的時候的一個 可以說的 學習怎麼在祈禱當中 怎麼在行動當中 甚至在生活裡面就是 充滿著苦難挑戰的時候 我們怎麼真的懷著望得去生活 相信主呢 有信 有望 也有愛 那一會兒去介紹的過程裡面 如果看到教宗的樣子的時候 我盡量告訴你 其實是來自哪一節或者哪一段呢 那就讓大家知道 不過放心 就算你抄不抄也好 不用擔心 我始終說 我一會兒會給你一支 但是你如果有興趣 就一直聽那邊寫 你自己自由 第一 教宗引用這一篇的聖經 《羅漫人書》八章 二十四節前本部分 因為我們得救還在於希望 教宗特別是借助保祿的教導 這一句 我們之所以得救 就是因為我們對主有盼望 對主有希望 就是那個所謂的望得 如果沒有了這個部分 我們根本其實 我們信得不夠完備 我們如果沒有了希望 其實我們找不到我們信的方向 同樣是八章二十四節裡面 所希望的若已見到看到 就不是希望了 他說哪有人還希望所見到的事呢 教宗特別想說 若你眼前見到的就以為是可以了 見到的就行了 其實不是 不夠了 我們真正信的就是 指向一些我們現在還未看得到 最簡單的意見就是 我們這一刻 我們還未見到天主的真正光明 雖然看一些icon 或者我們看一些聖像 我們看到一些聖人形象 看到耶穌的面貌等等 但這個不是最真實的部分 最真實的還未呈現出來 好了 當我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不是完全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仍然懷著希望 去等待 去尋求的時候 這個才是信仰的所作 藉著保祿 《羅萬人書》八章二十四節裡面提醒 若果我現在眼前見到的 就代表著希望 不是 絕對不是 分分鐘那些其實是誘惑 那些不是最真實的部分 那教宗鼓勵我們 要多一點聆聽聖經裡面 關於希望的作證 在第二節裡面講 聖經裡面其實很多地方都展示到 講及到 望得或者希望 一講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或者 你無論是這個四巡旗的讀經 或者你個人的讀經的經驗 你記得哪些地方 哪些部分 或者是 是真正在講 我們基督徒 我們跟隨主人要有一份希望 兄弟姐妹 你的印象當中 特別是四巡旗的讀經 你說出去了四巡旗 我去主日之外 沒有去參與平下麗莎 兄弟姐妹 我們基督徒 我們真的要讀聖經 四巡旗的經文 很多地方 其實 真的要細心再去看 真的看到 所在講的 望得 我們有希望 有沒有 就是第三節 第五章第三節 我們連在磨爛中也歡若 因為我們知道磨爛生引來 引來生老年 老年生望得 望得不叫人蒙羞 因為天主的愛 藉著所賜於我們的聖神 已傾住在我們心中了 好 多謝姐妹 羅馬人書第幾章第幾節告訴大家 五章三到五節 是 羅馬人書 五章三節五節 大家不妨記下它 這是一個很好的 真是很具體的就是望得 有這份盼望的時候 我們就是這樣生活了 這份盼望看不到 我剛才說的 看得不是完全全看得了 是一些圖像呈現的 但是我就是這樣去怎樣 去繼續生活 我就是這樣去怎樣 去尋求主 除了這個之外 弟兄姐妹 無論是寶祿的書信也好 或者福音裡面也好 有哪些特別是講到 就是盼望或希望 你記得的 其實很多的 很多 去求耶穌 譬如醫好伯夫長 醫好自己的女兒 或者是自己的士兵 其實都是有個信德 有個希望才可以做的事情 是的 譬如說 八夫長求耶穌的醫治 很多醫治的故事裡面 固然信德是重要的 耶穌說 因為你的信救了你 但是我之所以信 就是我對這個人有份盼望 我知道我想這個人幫我 那這份想其實已經是一份盼望 好的 我們一起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例子呢 包括呢 譬如說 我們剛剛經歷過 讀這個井塘婦人的故事 這個可以說是罪婦 當她和主耶穌相遇那一刻 最初這個女子 其實也帶著一份挑戰 跟她不認識的耶穌說 就是對話 但是她當越聽越多的時候 她開始受到感動 聖神真的這一刻 是不是真的觸動了她 一定是 以至就說 主你就不如你給你說的水給我 以至我不需要再看 其實這就是表達她那份盼望 她真的渴望能夠得到這個活水 讓她不需要再渴 或者揚悶 也是這個《四巡奇事》的讀經 耶穌經過《揚悶》的時候 很多人就等著天使下來 搞動池水的時候 第一個下水的人 就可以得到上主的醫治 但是這個因為這個 就是全身動不了的人 這個病人 沒有人因為扶她下去的時候 所以她等了三十幾年 耶穌問她 你想不想得到這個醫治 她其實就在那裡等待著 盼望著 有人可以幫我 現在這一刻 她就說我想的 我真的想得到醫治 因為這份想 這份盼望 她都看不到的 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就是因為這份想 這份盼望 最後她得到這份醫治 黃神渴求兒子 剛才有個兄弟姐妹講到 醫治自己的兒子 胎生的核子 想看見 押海 她不認識耶穌 不過聽過耶穌 應該聽過耶穌的名字 她很想看到耶穌 於是怎麼樣 即使有多少個困難 群眾在阻礙她 其實這個表達群眾在拒絕 那些人不喜歡這個碎利 但是她因為想見到耶穌 她就想盡方法 爬上樹也要去 去目睹耶穌 就是因為這份想 她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這份想 渴望 以至耶穌抬頭跟她說 今天我就要去你家中作客 因著她這份感動 與主相遇的感動 她就得到這個救贖 什麼百德納的同伴 可不可以容忍了我呢 真的在表達著 表達著對方的渴望 你可不可以接納呢 接納我這份有限呢 我們的主都是這樣去接納我們 我有沒有經歷過就是說 正如一開始所說 就算我沒有真實的去體會到 這個真是救贖是什麼回事 但是我就是信不信 我是不是真的渴望 我這樣得到主 這個伯伯的醫治呢 還有其他的例子 鼓勵大家不妨你去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去讀經 我為什麼真的用一個所謂 望得的眼光 來讓我去體會到 究竟信仰 尤其是懷著這份望得 給我一個怎樣的視野呢 這樣說 耶穌呢 對不起 教宗借著希伯留書 他說懷著真誠的心 以原備的信德去接近天主 也應該堅持所明認的望得 毫不動業 因為應許的那一位是忠信的 教宗借著希伯留書裡面 特別強調到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有一份的望得在這裡 我們要堅持這樣來去生活 即使人生旅途上面有很多的困難 我們毫不動業 我們仍然懷著一份盼望 我們相信主祂會救活 我們渴求主祂救活 那我們就怎樣 我們最後真的會得到勝利 將希望和信仰連盛一起 這個可以說在整個通語裡面 特別去提醒我們 應該這樣去生活 教宗特別強調在第二節裡面說 他說基督教的信息 不是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而是可以實行出來 這個意味著 福音不僅僅是一些知識 或者事物的交流 而是能夠相信一切事物 可以作出改變 時間和未來的黑暗之門已經打開了 擁有希望的人 他的生活會變得有些不同 我們聽就聽了 我們讀聖經也好 或者我們參與彌撒 或者無論自己個人去靜脈裡面也好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記得很多 我們看聖經 記得主耶穌怎麼教導我們 但是這些信息 不可能只是停留在 就是資訊性那樣 而是說在行動 在生活當中 我們有沒有經驗到 這些資訊真的在改變我 尤其是我能夠懷著一份盼望 來去這樣把主所教導的生活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生活有些不同 真的會有改變 那一會兒整個過程 大家繼續去留意一下 有沒有哪些真是特別去 你真是你的經驗就說 是啊 真的原來做了行動出來的時候 是真的可以有改變 第七節很重要 接下來會多一點時間跟大家講 信仰將未來拉到當下 或者拉到現在 將未來所發生的事 提前這樣放在我們面前 使得不再只是尚未 未來的存在的事實 改變了現在 未來的事改變現在 現在觸動了未來 那種互動 未來的事來到現今 現今的事帶我走向未來 未來的事 本來應該是沒有發生的 但是現在這一刻 就在我面前開始行動著 發生著 那我怎麼理解教宗這裡所講的呢 第七節裡面所講 我給大家再看看這一段 信仰將未來拉到當下 使得不再只是尚未 還未出現 不是啊 不是未出現 是已經出現了 未來的存在的事實 改變了現在 未來的事 改變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帶我走向未來 觸動著未來 我怎麼理解這個 現在此時此刻 和將來的事 將來我們去面向的就是 我們有一份盼望 我是一直說的 但是有一份盼望 幫助我們現在的這樣人去生活 我怎麼去理解呢 怎麼說 這裏呢 是有一個教宗 用了一個 當代 可以說是 當代的信仰 一個表達就是 已經出現 尚未完成 already but not yet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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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 Rana 他有一個神后觀點 還有呢 都影響著 今天我們去看 我們的信仰 都是用 很多時候會用這種的路向來去解釋 已經出現了一些東西 但是尚未完成 這些尚未完成的東西 就是指向未來的東西 未來的東西 已經現在這一刻 開始呈現了 現在開始呈現的東西 教導我們怎麼生活 帶領我們走向未來 行不行 兄弟師傅明白嗎 舉例子 現在出現了一個減肥餐單 放在你面前了 指向的就是怎麼樣 如果那個筋的話呢 我有健康的看法 我會減肥 這個減肥呢 或者有健康的看法 是未出現的 但是因為這個餐單 怎樣呢 將這個未來的這個願景 帶到在我現在這一刻 此時此刻的生活 讓我願意怎樣呢 去實踐出來 透過我的行動 我的生活 我吃這個減肥餐單 我就指向就是未來 行不行 這個比較生活一些的例子 從這裡我們再慢慢一步一步去看 耶穌的死而復活 指向耶穌的在來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未來的 不過我們知道有一件事情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知道 新天新地是在未來會出現的 我們懷著一份盼望去等待 去繼續去生活 不過這個新天新地 怎樣在此時此刻 藉著耶穌死而復活這個事 已經發生了一個事 帶我們走向這個新天新地 這個未來的部分 我們怎樣去慢慢慢慢實踐出來 這個新天新地 我們經常都說 天國 不只是在未來看到的部分 同樣在現在這一刻就出現 已經開始出現了 天國現在這一刻已經開始出現的時候 究竟我們所說的天國 當然就不是聖經裡面所描述的 將來的部分 但是在我們現在現在生活的處境裡面 我們怎樣經驗著 天國已經臨演在人間裡面 我們可能聽過這些 不妨我們再想一想就是 未來的天國 我們真是新天新地的那種景況 最終會完成 最終會出現 但是現在這一刻已經怎樣 初步已經看得到 我們怎樣真是懷著這份的盼望 我希望這個新天新地 我們終會有一天去到 但是這一份的新天新地 現在此時此刻就帶著我們去走向這個未來 再度是基督徒的話 我們接受了勢禮 我們有永生的保證 我們特別要留意 我們的演繹可能跟基督教兄弟姐妹 新教兄弟姐妹有一點點不同 我們接受洗禮只是說 是什麼 永恆生命的開始 我們接受洗禮 最終我們得到這個永恆生命 但是尚未完成的 要能夠完成這個永恆生命 真是達至到永恆生命 就將它拉到現在 此時此刻已經開始了 由我接受洗禮的那一刻開始 我怎麼生活出來 正如教宗本督所說 我們這些不只是一些資訊來的 不是說我記得我們曾經恩父及子及聖神 這個form 這個matter 這個水 和這個倒水那一刻念的經脈 不只是一些資訊性的東西 而是在現在我怎麼藉著我的行動 把我的生活 把我洗禮這個的恩寵 去生活出來 而這種的生活 怎麼帶我走向永恆呢? 這麼說 好 還有一個 特別是教宗在討論的時候 他特別多說的就是 在痛苦流離當中 我們走向永恆的福樂 給少許時間 兄弟姊妹你想一想 這個 現今我們生活在痛苦流離裡面 但是 這個永恆的福樂已經開始了 現在的痛苦流離 怎麼帶我們去到永恆的福樂 而永恆的福樂這份的恩寵 就此時此刻 就在我們生活裡面 我們怎麼把這份的恩寵 走向這個永恆呢? 給少許時間大家靜一靜 想一想 你怎麼理解 透過剛才的一些演繹裡面 可以邀請大家 不妨去講一講 痛苦 剛才講的痛苦 怎麼會有盼望呢? 痛苦 怎麼還有信心呢? 但是不是啊 這個痛苦 怎麼指向未來永恆福樂 有沒有兄弟姊妹 嘗試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放心吧 放心吧 放心大膽去講 不用擔心 沒有錯 尤其是我們在學習中 是不是? 我這樣理解 用一個實際一點的例子 例如一個患了癌症 活経癌症的病人 是 很明顯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階段 其實整個人 無論是 日中的生活都很痛苦 可能還在病床 又吃不到東西 無論是生理上 或者是心理上 或者是心靈上 基本上是痛苦的 而事實上 很多環境癌症的人 到這個階段 其實都是不知道自己怎樣 我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眨眼都離開了我們三年多 他在患患病癌症的時候 他竟然為他的未來 好做準備 他和他的先生 和他的兒子 告訴他 你怎樣為我將來要離世的時候 你們可以怎樣令到我 可以在人前喜悅 這樣回到天主那裡 他為自己的喪禮 是做好準備 我不知道這個這樣的過程 或者這個這樣的現象 是不是他因為有永恆福祿的盼望 所以重視這個 這麼痛苦的階段裡面 他仍然活出他生命的生命力 是的 多謝 這個是很好的提醒 我們基督徒要活出一份的盼望 活出一份的喜樂 真正的喜樂就是 就算我在痛苦裡面 我怎樣去 是很好的生活 正如兄弟剛才所說的 他怎樣準備自己呢 讓人看到原來信仰可以為他 帶來這麼大的平安 甚至在這麼痛苦的環境裡面 他仍然可以有喜樂 這個就是指向永恆福落 在痛苦當中 怎樣走向這個未來 信仰怎樣將他 將這份永恆福落 由尚未完成的部分 就是將來的時候 此時此刻 去帶著他 讓他怎樣去生活 怎樣實踐他的信仰 多謝兄弟分享 好 剛才另一位是哪位 剛才各位兄弟所說的 我都經歷過 這個就是我阿爸 我媽過世的時候 當然我是15歲 我媽媽是教了我怎樣 她身後事宜 怎樣神父幫手 做什麼什麼 她教了 這個是我一個感受 另外其實我要講的就是 是我親生的經歷 在我40多年前 我有一個兒子 5歲的時候 患了腦癌 我當時就是祈禱 是請很多人幫我祈禱 我寫了很多子仔 我去聖堂會日 給所有不認識的人提供祈禱 果然天主答應了我 能夠在3個月之內 忽然間他的腦癌 細胞沒有了治療 但是很不幸 再過3個月 因為她抗債全身 所以結果一年之後離開我 在那個過程裡面 當然是辛苦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悲傷 我記得我是要撐著我先生 還有要在醫院不停出入 看著我兒子 現在我是感覺一樣的就是 我祈求 那麼多人祈求我 天主給了我 給他傳染嘛 全家醫院在40年前的時候 這個能夠整個 大約是有 我不懂得說 差不多一個大約是沒有了的 那麼這個天主給了我們 但是最後他拿回 但是我覺得天主是對他拿回 為什麼呢 他是一種很仁慈對我 如果我的小朋友 背著這個包袱 到他一直長大的時候 他可能辛苦 我也可能辛苦 整個家庭會有他的病 擔心什麼當時的醫療 沒有現在這麼進步 那麼當我離開了之後呢 他也帶給我真真正正的幸福 是什麼呢 我記得我天上有個小天使 這個是真心說出來給人聽 我記得神父要給人分享 我有什麼困難 我第一件事我就是求他 因為我知道他這麼小 就是那個人 而且他是沒有犯罪 所以我就想他一定會升天堂 而且他是一出生領洗的 所以我想到就是 有什麼時候我都會求他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都是很開心 我看到那個快樂 就是死亡不是不好的 因為我都接了很多四年 我先生都過了生 四年 但是同樣一樣 我現在在天上面 他一定會保佑我 現在我們會有溝通 我讀我兒子我先生 是有溝通 是藉著怎麼說 天主在我們裡面 這個是我分享的 好的 多謝兩位 尤其是姊妹剛才的分享很珍貴 就是真的自己個人的經歷 很近身的經歷就是 我怎麼懷著一份盼望 就算在痛苦當中 我相信主在這裡 主如何安排了這一切 我們其實是作為基督徒 很多時候 尤其是去到這些困難的境況裡面 我們真的會失去信心 多謝兩位的分享 教宗說 只有當未來 被認定為確定為確定 確定而實在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煽到今生 煽到此生 聽回剛才兩位的分享 只要未來的事情 我知道他必定會實現 那現在這一刻 我就可以安穩地去生活 即使現在這一刻 這個今生 可以仍然有很多的挑戰 有困難 繼續可以面對死亡 繼續可能面對各種苦難 但是我的人變得會安穩 剛才兩位的分享裡面 你看到這張圖片 我是不是真的渴望永恆的生命 永恆的福樂 這個我們需要回答問題 我們沒有一個基督徒 跟我們說我們洗禮 接受永生的福樂 但是怎樣 我所理解的永恆的生命 這份是什麼生命 是一個怎樣的生命呢 如果我就是餓病在床 我生命就是這樣 就是在受苦 沒有自由 那這個生命是一個怎樣的生命 我是不是真的想這個生命 繼續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真的是好事 但是我們的信仰裡面 說我們不能毀滅一個生命 在這樣的困難 或者兩難的時候 痛苦流利 相對永恆的福樂 我怎麼去理解 多謝剛才兩位的分享 不妨邀請各位 兄弟姐妹今天參加這個聚會的時候 不容易的事 生活當中真的可以這麼多困難的挑戰 但是可以指向一個 我相信在當中有永恆的福樂 是真的要用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心力去祈禱 去聆聽天主 才可以真的開始體會到 就是說 將來那份真是永恆的福樂 not yet的部分 但是就此時之下 在這個already的裡面 就說 原來就是這樣 在這裡當中 我可以看得到永恆 怎麼體會呢 教宗就引用了 聖安博這位聖人 他為他弟弟主持殯葬的時候 他說 沒有聖寵的座友 不死不是祝福自己的負擔 如果我們沒有信仰 我們沒有天主的恩寵 我們不斷延長生命 教宗在這個第十字裡面 用了一個比較長的篇幅 去講就是 如果我這樣去延續生命 其實沒有意義 但是記住 教會不是鼓勵說去毀滅生命 而是就在於我在困難裡面的時候 信仰怎麼幫著我 信仰怎麼讓我能夠去體會到 天主的慈愛 怎麼真的懷了一份 看得到他生活 以致我可以此時之刻 就算多困難都好 我心裡面仍然安穩 我相信 因為我相信 天主在當中 他會帶我走向這個永恆當中 我不想死 只是將生命無限期的延續 教宗說這樣對人是毫無益處的 我不想死 於是我用盡各種方法 去延續我們的生命 無論是有病也好 沒有病的人也好 總有一些人就真的想 哎呦我不要這麼早死 但是如果我沒有生命的方向 沒有方向 沒有信心 或者是 沒有天主的恩寵 這種延續其實 作用不大 我不想死 但是無限期的繼續去生活 教會的憤怒也不容許我去毀滅生命 我可以怎麼去生活呢 這個問題也值得我們去問一問 我自己怎麼處理自己的事情 如果我能夠消化的時候 我怎麼去跟別人去分享 我這份經歷 正如剛才特別是姊妹 或者兄弟都是 因為我經歷過死亡 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今天有力去跟一些 如何 在受苦的兄弟姐妹去分享 這個就是見證 基督圖的見證 正如剛才我們開始的時候 看到一些圖片 我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兄弟姐妹在受苦 最有力的見證就是我自己經歷過 我站得穩定 而是 那這裡 只要我真的願意跟別人去 陪伴別人 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有力的一個作證 那就是搞中華 讓我再說一次 我們需要更大 和更小的希望 來讓我們日復一日去前進 就是大與小的一些希望 不一定要很大 不是很轟轟的那些 就是我們懷著希望的生活 不斷去前進的時候 他說這個偉大的希望 就只能是天主 我們渴望的是天主 不是各種就是說 幫助我們 好自過得生活 天主是希望的基礎 他說不是任何的神 而是一位具有人性面孔 並且愛我們到底的天主 愛我們每一個人 和整個人類 正如剛才我們開始講的 那首歌 我們講的就是 不是我們自己一個人獨自去面對 而是我們整個團體 整個群體在一起 剛才兄弟姐妹分享 就是告訴我 不是我自己單打獨斗 我們一起去面對的時候 為身邊的人 是帶來幾大益處 他的皇國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他的皇國固然是存在的 唯有他的愛 使我們可以 做一個本質上不完美的世界 在日復一日的堅持下去的時候 我們最終找到真正的生活 教宗很實際的跟我們講 就是跟我們一起去面對 就是我們此時此刻 生活的這個世界是有不完美的 是可以有困難的 但是我們怎樣真的懷著一份盼望 每一日 繼續向前走 帶著這份希望 這份希望 無論大也好 小也好 就在推動著我們 走向著這個永恆 你這一刻 所謂大希望或小希望是什麽 就是因為帶著這份希望 而願意繼續這樣過我信仰生活 兄弟姐妹 究竟這個希望 大希望和小希望 是什麽呢 當我知道 我學上這份希望 繼續陪著我去走 我相信我就走向到天主那裏了 那想和大家分享 教宗裏面講到一個關於望德的故事 就是這位聖人 Bagitta Josephine Bagitta 網上找到很多不同的片段 都有介紹到 但是我今天不會和大家一起看 可以嗎?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不妨上網搜尋一下很多 關於這個修女的一些片段 其實也出了一套電影 就是講她的故事 有中文字幕 鼓勵大家有興趣 你上網看看這位修女的一些事跡 教宗用了一些篇幅去介紹這位聖人 Josephine Bagitta 1869年出生 1947年 原來她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裏面 她曾經說過自己 其實過得同年的時候 真是快樂 無憂無慮的生活 甚至不知道什麽叫做痛苦 但是她一生 在她未認識主的時候 她就是活在痛苦裏面 她經歷過什麽呢? 就是大概七歲或八歲的時候 當時她被人拐了 被人拐大了之後 帶她離開了她自己生活的地方 然後甚至在輾轉之間 不停地被人去奴隸販賣人口的人 所以賣完一次又一次 當時她去到其中一個家庭 她甚至不停地被人去弱打 鞭打她 踢她等等 導致她曾經 她的生活裡曾經過一個月 她沒有敗敗下床 另一次就是當她 其實受她主人的虐打 就在她身上畫 用刀去畫 就是割開那些肉 就弄了一些紋身 其實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做紋身 今天人做紋身就覺得有型 古時候紋身在表達 其實是罪人才要畫紋身上去 又或者表示你是屬於我的 畫了一些圖案上去 畫了一些圖案上去的時候 當時用刀割損了它的肉 然後就灑了一些鹽在傷口裡 甚至灑了一些藥粉上去 結果會讓她身上 事實上真是身上 背部也好 胸前也好 全部都是怎樣? 是一些疤痕 講到有100多處的傷痕 你想想一個這麼小的女孩 至少就要面對著 這麼大的屈辱 肉身上的痛苦 我想沒有多少人可以感受到 想像得到她多麼難受 當時其實她在這種痛苦裡面的時候 她都不知道怎麼辦 可以說是失去了希望 直到1883年的時候 當時她被一個 叫做幸運一點 被一個意大利的領事 接收了她 因為當時她生活的地方 就在戰爭 於是她的主人 因為她是官 就離開了蘇丹這個地方 就回到意大利那裡 就說 她主人說 不如我帶你回去 她也很渴望 就是希望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她最後就去到意大利 不過去到意大利之後 這個領事又把她送給另一個人 那這個女士 送給女士的時候 就請她做保姆 負責照顧家裡的小朋友 但是因為後來她的女主人 她又要回去蘇丹這個地方 去工作公幹 於是就把Begitta 和她的女兒交託 給當時加勒薩會的修女 就去照顧 因為這個機遇 可以說是 聖人就開始接觸基督的信仰 她在加勒薩修女的照顧之下 開始去接收信仰 她說她要感謝她的老師 這個老師當然不只是修女 更加推向的就是耶穌 她在認識裡面 她的記憶裡面 她在這個生活裡面 她說那些神聖的母親 就是她的修女 勇敢地去教導她 並且介紹 告訴她 原來她一個 這個她不認識的主 一早就已經在這裡 就在一個小小的心靈裡面 原來一直在這裡 固然她不知道 她要慢慢去消化 再去沉澱 才知道 在我小時候 就在我最痛苦的時候 原來我已經認識了耶穌 耶穌認識了我 耶穌就在我心裡面 這個當然不是她那一刻 一下子一聽到 立刻明白的部分 就正如我們一樣 那種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經但是尚未 耶穌原來一直在我心裡面 在我最痛苦的時候 耶穌已經愛了我 耶穌已經認識了我 只不過我還未能夠 體會得到 聖人就是 她有一份發現 原來是這樣 我原來在受苦的過程裡面 耶穌就已經在這裡 耶穌怎麼陪著我一起受苦 當時她的女主人回來的時候 當時就把她帶回去蘇丹的地方 她就拒絕了 我不想回去 因為她現在在這裡生活 其實她覺得 我真的去和主人去相遇 一個新的開始 我不想再回去的時候 當時就起了法律訴訟 當時這幫修女 就和Bagitta一起去 上訴到法庭 但是在這件事裡面 發現了原來 因為這種奴隸制度 在她被Bagitta去賣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了 所以她嚴格來說 她在法律上面 她不是一個奴隸 她應該得到自由 結果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也要打官司一段時間 最後她得到真正的自由 她不再是一個奴隸 她就可以留在這個地方 最後她加入了團體 在1890年的時候 她接受了洗禮 然後就在三年之後 她就一直表達了 她有一份渴望 我想去和這個修女團體一起去生活 想更好認識的人 結果就在1896年 她就正式發出永遠 但是要留意 當她成為了修女之後 她又很渴望能夠去非洲 這些地方曾經令她受苦的地方 她傳揚福音 因為她很想將她這份經驗 這份痛苦 帶著痛苦的經驗 回到她自己曾經去過的地方 將基督的信仰 她知道那裡沒有基督的信仰 她很想將這個信仰帶到她那裡 我們怎麼理解 就是說 這個人 她當 她小時候 她受過苦 但她原來開始經驗到 那種最終永恆的福樂 耶穌 原來一早已經是怎樣 在她小時候已經在 讓她走這個人生的路 雖然很顛簸 很多困難 但讓她最終又怎樣 她真的得到這份自由 這份自由不是說她不是一個奴隸 而是內心的自由 就是讓她怎樣 成為了一個基督徒 讓她內心的自由可以怎樣 她說她願意走向這個曾經來的很痛苦的地方 為著她作見證 當她曾經有人去訪問她的話 若果你今刻 你再次看到當日綁架你的人 或者煩賣你的人的時候 你會怎樣 不妨大家想一想 你猜一下這位聖人他怎麼回憶 你聽到他剛才的一些故事 她的人生故事 如果遇到一個曾經傷害你的人 你會怎樣 她會怎樣回應 或者你會怎樣回應 兄弟姐妹 嘗試代入一下這位聖人的心 你估計她會怎樣回應 又或者你 生命裡面有些人曾經傷害過你 令你很痛苦 若果我明白主一直在我那裡 在我心裡面 主最終真的會帶我去到永恆當中 讓我得到真正的自由 她那份恩寵 當我再去面對這個曾經傷害我的人 我可以怎樣 不妨分享一下兄弟姐妹 多謝她 因為沒有她沒有我今天 多謝她 沒有她沒有我今天 好 好 說這個多謝不容易 都要一些力 那份力來自什麼 就是來自上主 有沒有兄弟姐妹想分享 是 是 是 我可能未必說得出多謝 但是我看到她 我會看到 這個就是那個源頭 可能是一個光的源頭 是帶到我們今天這個位置 是 是 好啊 其實真的未必在那一刻 說得到多謝 甚至我連說一句 我寬恕也沒有說得到 但是如果我們看到什麼新的方向 繼續去深化 繼續去祈禱 這裡可以是 多謝姐妹分享一下 是啊 我覺得如果我不是 我要寬恕這個綁架者 如果不是 我永遠都是被奴隸 你自己的那個仇恨奴隸 我不會釋放 是啊 如果我不去寬恕 我自己都變 我仍然是那個奴隸 仍然都是一個被人綁架的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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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多謝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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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值得問一下 事實上 我們的生活裡面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嗎 我怎麼藉著今天去學習 少少的分享 聖人的經歷 怎麼讓我重新再去看 傷害我的人 我那份真是所謂的盼望 一份望得 我看到這什麼呢 聖人說 我會毫無猶疑地說 如果我看到這個人的時候 甚至那些折磨的人 我會跪下來親吻他雙手 你想想親吻他雙手 就是他們讓我成為基督徒 我之所以能夠敢來去表達 因為我心裡面有主 我之所以能夠說得到 我之所以能夠重新去面對他 就因為我是基督徒 因為主在我心裡面 當我以主的眼光 再去看我的不幸 我傷痛 或者這個傷害我的人 我就是一份新的眼光 就因為這份新的眼光 帶我走去未來 就是那個新天新地就是怎麼樣 我就是這麼自由 我就是那個光明那個 那麼在1978年 教宗就進行了逮捕 就是說宣佈他是可敬者 那麼到1992年的時候 宣佈他增幅 到2000年的時候就正式封盛 他成為非洲大陸的主寶 2000年的十月一日 如果大家記得 2000年十月一日 除了中華殉道諸勝 和增幅 就是百多位的中國的聖人 之外 其實比吉塔 都是在同一日被宣勝 就成為非洲大陸的主寶 那他當時加入了團體之後 我特別給他介紹一下 他就 輾轉到一個新的團體 加入了一個團體 在那裡做這些工作 做徐司 接待員 做刺秀 做座 做座 很多戰爭 他才被迫離開 原本住在修院 去到另一個修院 但是他在那裡做這些工作 其中一件他最喜歡做的就是 神父用的器名 就是聖制裡面用的器名 他說 因為他可以更多時間去默想 回幕中的耶穌 大家想不想像得到 回幕中的耶穌是怎樣 他在沉默當中做這個工作 在沉默裡面去遇見耶穌 那一刻的耶穌 那一刻的耶穌 可以看到那個耶穌 在打這些聖制的聖氣 我經常都邀請大家 在參與黎薩的時候 神父舉揚聖體聖月 請看天主的羔羊 請看隨免勢聚者 來父聖宴是有福的 我不知道大家當刻 你有沒有真的去看一看 你怎麼樣的眼光去看著 你眼前的聖體 耶穌聖體 我敢不敢看呢 我看的時候我會看到些什麼呢 看到是一個仍然被鞭打 被刺傷的耶穌 還是一個復活的光榮的主 當我看到這些的 這個眼前的耶穌的時候 我為什麼去承載這個耶穌呢 他就要來到我裡面 他就這樣陪著我 無論是光榮的那位也好 痛苦的我看到他 他就這樣陪著這一刻的我 讓我有什麼新的發現 讓我怎麼繼續去生活 還是你根本沒有看到 為什麼我一直在笑 很多時候 我自己去主持黎薩的時候 都會發現 去到這一刻 尤其是疫情之後 疫情期間 大英節目那一刻 就是 開始拿一些洗手液出來 就去賭搓手液 那你可能留意一下 聽一下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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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聖人在這個服務裡面 在這個生活當中 他跟這個沉默的主意相遇 這份沉默 這份的安穩裡面 讓他經驗到什麼 他說他微笑著 用平靜的聲音 很少說話 他這樣來過他的簡單的生活 直到最後一刻 一個已經 但是尚未完成的歷程 一個主人 眼前這個主人 那些奴隸主人 鞭打他 令他痛苦 但是他指向看到 他是一個未來 他永生的一個主 這個主不是就是 令他受苦的 而是令他得到永遠的自由 得到天主的愛情那個 他的服務 此時此刻的服務 他就是一個僧侶 邁向他一個永恆的 指向他永恆的就是 他怎樣用他的生命去做見證 他見證是光榮的主 曾經受過苦的主 這個將來的部分 怎樣帶到此時此刻 用他自己的痛苦 他的生命 讓他為主作見證 當他仍然是奴隸的時候 他認識了主耶穌 知道世界上 有一位比善代 奴隸主人 更好的主人 這個主人認識他 亦都愛他 這位主人接受自己 曾經被鞭到傷了 現今坐在父的右邊 等待著他 他的受苦 這個聖人的受苦 原來他和耶穌的受苦 有些類似 他在經歷這些痛苦 他分擔了 我們經常說 分擔耶穌的苦難 他這份分擔的體會 相信被我們口裡所說 我們值得賠保 值得善行 去賠保耶穌的苦 我們說就懂得說 但是我怎麼真的在體會 在這個苦難當中 我個人的苦難裡面 我去為 就是去分擔耶穌的苦難 我們拜父路都曾經聽過 讀過這些表達 此時此刻 當我今天完了這個聚會 我再去觸碰我生命裡的苦 有沒有一份新的發現 因為這份相遇 令他有希望 他期待的 不就是更好一個奴隸主人 因為他相信就算 因為他相信沒有天主就沒有希望 教宗特別是眼上的話 當他仍然是奴隸的時候 認識了主耶穌 知道世界上有一位善待的主人 一個更美善的主人 這個主人認識他也都愛他 這位主人 現在就是這樣想的 剛才教宗所講的說話 剛才這張一樣 好 繼續下去 因為他懷了一份希望的生活 所以他此時之下 他怎麼抵抗我 不要再回去重置的地方 我要留在這裡 我要繼續跟隨我住 好 教宗他引用了 這個天主教教理2657條 他這樣說 聖神教導我們 在望德之中去祈禱 在等待基督在來當中 舉行了禮儀慶節 相反過來 教會的祈禱 和個人的祈禱 滋養著我們的望德 尤其是聖詠 一個具體而多變化的言語 教導我們將我們的希望 放在天主身上 接著來的部分 就是講到教宗 向這份通語裡面 首先講到望德有多重要 實踐 怎麼實踐這份望德呢 離不開就是教宗提醒 可能大家都已經在做事情 都明白的就是要祈禱 教宗講到祈禱可以說是 首要培育望德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唱聖詠 做時辰祈禱 又或者你自己有沒有去看聖詠的時候 有沒有那些感動你的句子 特別是帶了一份望德呢 包括這些 當然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不能夠列出來 我們一起慢慢去聽一聽 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 一定會享見上主的幸福 這個活人地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將你的行徑委託給上主 寄望於他 他必使之成就 我現在生活著的就是這樣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交給主 主你來帶著我 主我相信你會帶著我 天主 求你給我再做一火純潔的心 求你使我內心重獲堅固的精神 如果大家有習慣做時辰祈禱 和星期五的祖土 就是聖命五十一 我們真是對主有盼望 我們真是渴求主 給我一個新的心 每次當我能夠以一個真是新的眼光 新的精神 再去看我現在這一刻的情況 我有沒有多了一份的動力 我好好的在這個現實裡面去生活 因為我相信我主 一定會陪著我 我自從在母胎中 就養賴了你 尚在母懷中 你就是我的託備 我全心的希望 事事託付於你 原來我小時候本來就已經有這份忘德 正如聖人所說 他所認識的就是 主耶穌 在他未認識 聖人未認識他的時候 主耶穌已經在 同樣一份忘德 原來老祖就在我心裡 不過我沒有用過 我沒有意識到 原來我可以對主有盼望 特別在困難的時候 我今信賴你的憐愛 我深歡願你的救援 我要向我的恩主歌贈 即使多麼困難 我相信主要救援 因為我現在經歷這份救援的時候 我可以開口讚給他 主你原來就是這麼偉大 主你原來就讓我在困難當中去認識你 最後一句 我舉目向聖山尖 我的救助來自何方 大家記得 我的救助就來自我們主耶穌基督 教宗特別說到很感動這幾句 當無人再聆聽我的時候 天主還係聆聽我 當我無法再與任何人談話 或者與人通話的時候 我常可與天主談話 在超越人的能力的需要 或者期待上 當不再有人可以幫助我的時候 天主幫助了我 我很感動這幾句 沒有人願意聽我 沒有人聽得懂我 天主在聽著我 天主在陪著我 當所有人自己 都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天主就在幫助我 教宗說 學習 希望 首要場所 就是祈禱 我們剛才分集了一點點 這幾句 讓自己靜一靜 去品嘗一下這幾句 教宗就能搞到 在小少許回顧裡面 有沒有曾經經歷過 天主一直在聆聽 天主這刻就是在陪著我 和我談談 和我談心事 講愛的話 天主這刻就是在幫助我 若望一書 我給你們這些信天主子 明智的人 寫了這些事 是為了你們知道 你們已獲得了永遠的生命 我們對天主所懷的依次之心就是 如果我們按他的旨意求什麼 他必苦聽我們 我們既知道 我們不拘 向他祈求什麼 他會苦聽我們 我們也知道 向他所求 祈求的 必要得到 若望一書這個表達裡面很清楚 我們對主我們有盼望 有信心 只要我們真的相信主 祂在這裡 這個永恆的主 怎麼回答覆我們 剛才說 除了要祈禱之外 行動和受苦 是學習希望的另一個場所 剛才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回聖人的經驗 有自己的小小的反省 其實相信大家都開始明白 我怎麼在一個生活當中 行動裡面 甚至甚至受苦當中 我們不斷建立我們這份 對主的盼望 怎麼建立這份有望德 我被希望的光照著 這份希望就是不會被小規模的失敗 或者歷史重要事件所傷害 所毀滅 當我們真的懷著希望去生活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被外在的東西 無論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去摧毀 少至於就是可能被人拒絕 大到就是自己根本沒有辦法承受的事情 剛才兄弟姐妹所分享 都不會讓我失了信心 讓我有信心 呼求上主 你幫我 主 我知道你會幫我 我對主有這份盼望 因為愛不減滅力量 給予人極大希望 這個教宗提醒 因為心裡面真的有一份愛 這份愛主的心 再推薦就是我愛人的心 讓我有盼望 共同努力 來贏得天國 人不能單靠 對不起打錯字 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天主這份恩重 教宗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要靠的就是 來自天上 天主給我們這份恩重 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人一起 一起努力 去建構這個社會 去建構我們的生活 人生 他覺得痛苦是我們 生存的一個部分 就是撕不掉的 痛苦一直是存在的 我們沒有辦法制止它 或者和痛苦搏鬥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把這份痛苦減少了 教宗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 痛苦是必然的 必然會出現 因為 神給我理解 或者信任我理解 就是因為人的怨弱 犯罪 痛苦就是在籍狗纏著我們 如果我們試圖去逃避痛苦 我們的生活只是變得更空洞 我們真的沒有了方向 我們被這些痛苦就限制了我們 我們的方向應該是怎樣 如果我們走向泳行那裡 當我們在奮鬥的過程裡面 我們努力去追尋 我們真的相信能夠走到 走到這個所謂的真理和善 教宗提醒我們就不要逃避 真的要怎樣 去 在生活當中去處理 去面對這些痛苦 因為這些痛苦的症 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怎樣指向永恆 那個幅度呢 小小的默想 那時之刻 我承受著什麼是痛苦呢 過了這個四巡夜 差不多到尾聲 在祈禱當中 有沒有發現自己仍然有些地方 不是太理想的 我很想做 但是我做不到的 羅馬人書所說 我越不想做 我就越偏偏去做了 這些就是我們苦難 當我面對到 發現到原來我就是這樣的狀況 這些苦 透過今天我們的聚會 我看不看到方向 這個苦 當我再次去觸碰的時候 我是不是只是負面地 去懷疑著天主 去怨恨著自己 還是我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我有些動力 我知道我怎樣去做可以 去留意一下天主怎樣陪伴自己 在我這麼困難的時候 祂是怎樣陪伴我 這個就是邁向永恆福道裡面 不過拉到現在 已經在那裡 主就已經在那裡 主是怎樣去陪伴我這個受傷的人 這一刻 我又是否可以接受到 我的份量痛呢 是一個新的眼光 新的精神 我再看我痛苦的時候 我有沒有一些空間 去接受我這個部分 我有沒有動力 我怎樣去超越 為的就是邁向永恆那裡 當我願意去做的時候 主在哪裡 好啊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一會兒我們這一段的經文所見 有沒有一些兄弟姐妹 有沒有哪位兄弟姐妹 有些即時想回應 分享的部分 當他仍然是奴隸的時候 他認識了主耶穌 知道世界上 有一位比善待 他奴隸主人 更好的主人 這個主人認識他 也都愛他 這位主人 接受自己 曾經被鞭到傷了 但是 現今坐在腐的右邊 正在等待著他 他的受苦 這個聖人的受苦 原來他和耶穌的受苦 有點累 他正在經歷的這些痛苦 他分擔了 我們經常說分擔耶穌的苦難 他這份分擔的體會 相信給我們口裡所說 我們值得賠保 值得善行 去賠保耶穌的苦 我們說就懂得說 但是 我怎麼真的在體會 在這個苦難當中 我個人的苦難裡面 我正在為 就是在分擔耶穌的苦難 我們拜父老也曾經聽過 讀過這些表達 此時此刻 當我今天完了這個聚會 我再去觸碰我生命裡面的苦 有沒有一份新的發現 因為這份的相遇 令他有希望 他期待的 不就是更好的一個奴隸主人 因為他相信就算 因為他相信沒有天主就沒有希望 教宗特別去眼上的話 當他仍然是奴隸的時候 認識了主耶穌 知道世界上 有一位善待他的一個主人 一個更美善的主人 這個主人認識他也都愛他 這位主人 現在就是這樣想的 剛才教宗所說的話 剛才這張一樣 好 繼續下去 因為他懷著一份希望的生活 所以他此時此刻 他怎麼抵抗我 我不要再回去 從此的地方 我要留在這裏 我要繼續跟隨我住 好 教宗他引用了 這個天主教教理2657條 他這樣說 神神教導我們在望德之中去祈禱 在等待基督在來當中 舉行了禮儀慶節 相反過來 教會的祈禱 和個人的祈禱 滋養著我們的望德 尤其是聖詠 一個具體而多變化的言語 教導我們將我們的希望放在天主身上 接著來的部分就是講到 教宗向這份通語裡 首先講到望德有多重要 實踐 怎麼實踐這份望德呢 離不開就是教宗提醒 可能大家都已經做了 也都明白的就是我們要祈禱 教宗講到祈禱可以說是首要培育望德的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唱聖詠 做時辰祈禱 或者你自己有沒有去看聖詠的時候 有沒有那些感動你的句子 特別是帶了一份望德呢 包括這些 當然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不能夠列出來 我們一起慢慢去聽聽去讀一讀 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區 定會享見上主的幸福 這個活人地區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將你的行徑委託給上主 寄望於他 他必使之成就 我現在生活著的就是這樣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交給主 主你來帶著我 主我相信你會帶著我 天主 求你給我再做一火純潔的心 求你使我內心從獲堅固的精神 如果大家有習慣做事辰祈禱 和星期五的祖祖 就是聖詠五十一 我們真的對主有盼望 我們真的渴求主你給我一個新的心 每次當我能夠以一個真是新的眼光 新的精神再去看我現在這一刻的情況 我有沒有多了一份動力 我好好地在這個現實裡面去生活 因為我相信我主 一定會陪著我 我自從在母胎中 就養賴了你 尚在母懷中 你就是我的託秘 我全心的希望 事事託付於你 原來我小時候 本來就已經有這份旺德 正如聖人所說 他所認識的就是 主耶穌在他還沒認識 聖人還沒認識他的時候 主耶穌已經在那裡 同樣的旺德 原來老早就在我心裡面 不過我沒有用過 我沒有意識到 原來我可以對主有盼望 特別在困難的時候 我今信賴你的憐愛 我深歡愉你的救援 我要向我的恩主歌贈 即使多麼困難 我相信主的救援 因為我現在經歷這份救援的時候 我可以開口讚美他 主你原來就是這麼偉大 主你原來 就讓我在困難當中去認識你 最後一句 我舉目向聖山尖 我的救助來自何方 大家記得 我的救助來自我們主耶穌基督 教宗教宗 教宗特別說到很感動這幾句 他說 當無人再聆聽我的時候 天主還係聆聽我 當我無法再與任何人談話 或者與人通話的時候 我常可與天主談話 在超越人的能力的需要 或者期待上 當不再有人可以幫助我的時候 天主幫助了我 我好感動這幾句 沒有人願意聽我 沒有人聽得到我 天主在聽著我 天主在陪著我 當所有人 自己 都不能夠解決 這些問題的時候 天主就在幫助著我 教宗說 學習的希望 首要場所就是祈禱 我剛才分集了一點點 這幾句 讓自己靜一靜 去品嘗一下這幾句 教宗就搞到 在小小小回顧裡面 有沒有曾經經歷過 天主一直在聆聽著 天主這刻就是在陪著我 和我那裡談談 和我談心事 講愛的說話 天主這刻就是在幫助著我 有望一書 我給你們這些信天主子 名字的人 寫了這些事 是為要你們知道 你們已獲得了永遠的生命 我們對天主所懷的依次之心就是 如果我們按他的旨意 求什麼 他必苦聽我們 我們既知道 我們不拘 向他祈求什麼 他會苦聽我們 我們也知道 向他所求 祈求的 必要得到 若望一書這個表達裡面很清楚 我們對主我們有盼望 有信心 只要我們真的相信主 祂在這裡 這個永恆的主 怎麼回覆我們 教宗說 除了要祈禱之外 行動和受苦 是學習希望的另一個場所 剛才在那個過程裡面 看回聖人的經驗 有自己的小小的反省 其實可能相信大家都開始明白 我怎麼在一個生活當中 行動裡面 或者甚麽就是受苦當中 我們不斷建立我們這份 對主的盼望 怎麼建立這份的望得 我被希望的光照著 這份希望就是 不會被小規模的失敗 或者歷史重要事件 所傷害 所毀滅 當我們真的懷著希望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被外在的東西 無論是大大小小的事 去摧毀 少至於就是可能被人拒絕 大到就是自己根本沒有辦法承受的事 剛才兄弟姐妹所分享 都不會讓我失去信心 讓我有信心 呼求上主 你幫我 主 我知道 你會幫我 我對主有這份盼望 因為愛 不減滅 力量 給予人 極大希望 這個教宗提醒 因為心裡面真的有一份愛 這份愛主的心 再推薦就是我愛人的心 讓我有盼望 共同努力 來贏得天國 人不能單靠 對不起打錯字 自己的力量 而是靠天主這份恩重 教宗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要靠的就是 來自天上 天主給我們這份恩重 我們和我們身邊的人一起 一起努力 去建構這個社會 去建構我們的生活 人生 他說的痛苦 是我們生存的一個部分 就是撕不掉的 痛苦一直是存在的 我們沒有辦法制止它 或者和痛苦搏鬥的過程裡 我們會把痛苦減少了 教宗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 痛苦是必然的 必然會出現 因為 讓神我理解 或者信任我理解 就是因為人的怨弱 犯罪 痛苦就是一直糾纏著我們 如果我們試圖去逃避痛苦 我們的生活 只是變得更公道 我們真的沒有了方向 我們被這些痛苦 就限制了我們 我們的方向應該怎樣 走向運行那裡 當我們在奮鬥的過程裡 我們努力去追尋 我們真的相信能夠走到 這個所謂的真理和善 教宗提醒我們 不要逃避 真的要在生活當中去處理 去面對這些痛苦 因為這些痛苦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怎樣指向 永恆那個幅度呢 就是這樣說 小小的默想 這時之刻 我承受著的是什麼痛苦呢 過了這個四巡 其實差不多到尾聲 在祈禱當中 有沒有發現自己仍然有些地方 不是太理想 我很想做 但是我做不到 羅馬人書所說 我越不想做 我就越偏偏去做了 這些就是我們苦難 當我面對到 發現到原來我就是這樣的狀況 這些苦 透過今天我們的聚會 我看不看到方向 這個苦 當我再次去觸碰的時候 我是不是只是負面的 懷疑著天主 去怨恨著自己 還是我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我有些動力 我知道我怎樣去做 可以留意一下天主要怎樣陪伴自己 在我這麼困難的時候 他是怎樣陪伴我 我可以留意一下 我來看不見 你會有一些人 會不會